冬奥女子举重55公斤级金牌选手是她 菲律宾女将海地迪亚兹 以总分224公斤栽金 也是菲律宾时尚第一面奥运金牌 这个消息也让高雄古山高中举重队欢欣鼓舞 因为海地曾经两度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训练 刚下听到她得牌 我们大家都是冲去跟教练讲 然后大家都非常开心她得牌了 两年前海地就曾以礼约奥运银牌的身份 来到古山高中举重队训练 已经是举重一节的大人物地位 大家本来一开始还有点担心 海地会不会难亲近 但相处下来发现她个性大方开朗 喜欢跟大家到处一起玩 她就跟着我们去爬柴山 增强自己的体能 其实她都会跟着我们一起 她有时候会跟我们教我们一些新的 就是我们平常训练的 除了爬柴山还跟同学一起搭捷运 到高雄各地吃美食 留下好多照片 十分有亲和力 也不另于把举重技巧跟心得 跟同学们互相交流分享 古山高中举重队是国内举重国手摇篮 包含亚青杯金牌谢孟恩 以及这一次参加冬奥的高展红 都是这培训出来的 而其实在2019年 海地就曾经两度来到古山高中举重队 为冬奥做准备 她也曾表示想念举重队的教练同学 这次成功在冬奥夺金 也让前面她选做备战基地的古山高中举重队 感到予有荣烟 三选黄大卫古不先高中报道